看得见久远的历史 嗅得到熟悉的味道 沉浸久违的宁静 唤醒沉睡的记忆 让一个历史文化老街 让人们记住香草 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要秉持一种 尊重 保护 顺应和敬畏的态度 开步文化 抗战文化 巴鱼文化 交融发展 一彩分成 老街路幽 回味万千 传统历史资源 如何成为城市文旅新亮点 高质量发展看中国 今天的节目 带您走进重庆南岸区 大家好 这里是重庆市南岸区的龙门号老街 保护城市文脉 留住记忆相愁 让文物古建筑活起来 让老街重新焕发出青春 今天高质量发展看中国 我们将带您走进重庆南岸的三条老街 龙门号老街 位于重庆主城南岸区南宾路 整体上看 它是在以前外国使馆别墅旧址建筑群的基础上 恢复和修缮完成的 这些别墅旧旧旧址建筑群旧址建筑群 大多为砖石木混合结构的小梁房 青瓦灰墙 是融合了中西风格的建筑 如今龙门号老街迎来新生 众多的历史建筑焕然一新 这家民宿叫济夏山 百年历史的美国别墅群 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文旅价值 好有回家的感觉 民宿的装修看上去颇有些年代感 这让人不由穿越百年 进入到一个世纪前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空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楼梯 看起来好像不怎么起眼 但是其实我们是在保证了 它的安全的情况下 专门保留的这样的木制楼梯 就是为了还原当年在百年的 这种东西合璧的小梁楼里面 然后和时空对话的这种感觉 是的 我就特别喜欢 走在这样的楼梯上 就是脚踩上面发出这种咯咯的声音 而且我还在想这一路来 如果我入住这样的房间 我就会思考 当时住在这里的主人 他都在这个房间干过什么呢 也许在看自己喜欢的书 也许在写情书 说不定在我们的阳台上 拿着一杯咖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要去洗澡 我去洗澡 你说得很热 我来说 我来说 这人就是想要在 doubts 我差点走 这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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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去了解 而今历经改造 更名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并重新开放现于世人 在这里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相关的书画、雕塑等复刻文物一一展现 生动地描绘出故宫文物的迁徙历史 您看这个箱子就是它是我们故宫文物蓝迁过程当中包装过文物的这些箱体我们做的复刻品 对您看上面有这个很有这个历史感的我们这个封条 因为当时整个蓝迁它的历史的话25年咱们文物都是在全国各地辗转 那这些文物的话在箱子里面它是封好的 基本上咱们是不拆箱 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也保存了就是几个箱子 我们是根据这个箱体的话 我们是一比一复刻 做成这样的陈列装置 让来到这里的咱们的游客 就是在各个地方都能够感受到 看到我们南迁的历史文化 是的 这些箱子在保护文物的过程当中也是功夫可没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皇家文化与巴鱼文化在这里融合交汇 演绎了战乱时代一脉文化迁徙的传奇 如今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与创新的交融 成为新闻旅网红打卡地 我有看到这个 大家看一下 娘娘学厨 这个应该是个围裙吧 是的 这个是 您看到我们上面有故宫的 我们这个采得的这个围裙 这是娘娘的围裙 咱们这里的话还有就是皇上的围裙 这个一个穿在家里的话 家里的厨房就秒变御膳房 是的 如今的龙门号老街 既保留着历史建筑 又发展着现代商业 中西合璧完美融合 成为令人难忘的城市印记 而文物欣赏 文化艺术与现代商业的交融 更活化为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 墨号老街 我们已经建成 投用了八万平方米 那么未来应该在三年以内 我们从我们的开放的 开布历史文化公园 到我们的龙门里 到我们龙门号老街 我们要形成两个街巷空间 里巷子和外巷子 共同形成二十万平方米的 开放式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一句小小的童谣 倒出了重庆黄绝鸭老街的生活气息 和文化运味 黄绝鸭老街 坐落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街道 整个老街全长六百米 但却汇集了一百七十五栋 风格独特的八渔建筑 在我身后呢 是贵州商会馆 这千百年来啊 这里都是云贵川商谷的聚集之地 也是通往古代丝绸之路 最繁华的茶马古道 所以呢 商人们聚集到这里呢 时速休息集散交易 便有了这个会馆的存在 贵州商会馆里 最具特色的还是这一盆盆 摆放在不同角落的南山盆景 他们千姿百态 外形各异 静静地讲述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重庆南山是川派盆景的发祥地之一 南山盆景起源于清代 至今大约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盆景在古代这个茶马古道里面 在来往的这个大商人里面 它是打管贵人大户人家 必须采购的一个东西 我想现在的老街上 可能马帮的铃声已经消逝了 但是旧时的时光呢 却聚集到了这里 像摆在我们面前这盆盆景 现在按市场价值是五六万块钱 这个也不算贵的了 还有几十万到百万的不等的这个盆景 南山盆景在具体操作上有很多讲究 对盘 吊 拉 扎等技艺要求很高 一盆好的盆景需要以几十年 如一日的工匠精神去照料 才能让盆景展现出艺术的生命力 折射出人生的多番风味 我们目前的规模有将近十万盆 之多 并且在市面上的占有率 整个西南省市包括沿海的都会到我们这边来采购 并且南山盆景得过多次金奖 黄绝鸭存着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最著名的莫过于作家三毛了 作为一名女作家 短暂而流浪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 而她的故居就藏在南山黄绝鸭的一条小巷里 在这里三毛度过着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 在我们黄绝鸭老街一百四十五号 然后三毛印记也是因为有了重庆三毛孤居 而诞成的一个新的一个载体 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有一个非常暖和的围炉 看到这个围炉我就知道 晚上有段子说给重庆人一口锅 可以涮一下全世界 但是现在可能我们会说给重庆人一个炉子 它可以烤一下全世界 对 这是东西太多了都有些什么样的 看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围炉煮茶 然后这个茶的话它是一个成年生谱 加上我们的南山山泉水煮的一个茶 山泉水啊 还有一些我们的南山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 中式的茶点 给您介绍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是我们的那个南山上 南山上的山明 它自己手做的一个瓷巴 叫手冲瓷巴 然后这个烤了以后呢 它就会变得很软 然后烤完了以后 我们沾上这个黄豆面加白糖 黄豆面加白糖 哇 这个是我的最爱 对 这个很好吃 等一下烤熟了我们可以吃 好的 好的 然后还有这个红薯 它是我们南山上面的一个集市 我们每天新鲜采购的一个红皮小蜜薯 它烤了以后它会出这个蜜 然后等一下吃的话也会特别的香甜 我相当于这个烤的东西 都是咱们南山上自己的特产 对 对 可以打个引号 土货 南山当地的一个土货 相当于这个炉子 这壶茶都是我们南山味道 对 那我就想问问您 咱们现在这样的一个 非常豪华的南山土 土套餐 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我们这个微露煮茶的套餐的话 它是一个双人餐 就像我们两个人 一个炉子加一罐茶 还有一些我们的茶点 对 茶点 一共是128 那咱们一个月的销售额怎么样呢 我们这里的话它是在山里面 然后和地形和天气啊 这些影响比较大 我们一个月的销售额 因为现在疫情之后嘛 然后旅游也渐渐付出了 大家都有机会出来玩 然后现在的营业额 在疫情之后的话大概是20万左右 我觉得在这个衣衫环抱 然后闻着茶香 然后来上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围着炉子喝着茶 真的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对 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感觉时光都变慢了 清除睡觉 慢煮茶 来一起享受慢时光 淡子石老街 曾是西南地区著名的水路部口 历史上白骨交汇 万商云集 有着重庆外滩的美誉 今天这条老街 依托当地文化遗产 尝试走出一条 多元化商业振兴的道路 于是就有了全球名气最大的 蜡像馆在此落地 看我看镜头 一 二 三 杜莎夫人蜡像馆 凭借精湛的人物蜡像制作工艺 还原了世界范围内 各个时期 政治 娱乐 体育 时尚等领域知名人物的形貌 让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历史 还可以领略当代明星的风采 这一尊呢就是狐哥在狼牙榜当中的造型 是的 这个狐哥除了我们能看到它 完全深度还原了狼牙榜造型以外 最大的一个亮点的话 那就是他身上所穿的这个道具服 是在狼牙榜拍摄完成以后 狐哥这边送给重庆图案分享馆的 相当于这一身戏服 是狐哥在拍摄当中穿过的 对的 对的 这是依次接触一下狐哥的戏服 就忍不住要摸一下 全中啊 你们知道谁在看我打篮球吗 姚明啊 我知道姚明很高 但是以往见他都是在电视里 没有这么直观的比较 我今天到了这个1比1的蜡像馆 这样一对比我才发现 我只在巨人的腰上 请不吝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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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白天可观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奇景 夜晚更可赏重庆两江四岸繁华夜景 将大半个重庆城尽收眼底 南岸以这三条老街为主要的载体 代表着过去的《信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쿠» 老街的一专一时间 编织出共荣共生的斑驳画卷 重庆南岸区 通过对三条老街进行改造 提升它再次证明 现代化它不是对传统的割裂 二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专画 和创新性发展 是人们发现了传统的价值 这对于我们实现现代化 也提供了一条思路 从龙门号到黄绝鸭 再到担子石 这三条老街一路走来 我看到了古老的历史气息 温馨的家居情怀和文创潮流 一群富有家乡情怀的创业者们 给老街注入了新的血液 我现在身处重庆两江交汇之地 我身后是厚重的历史 眼前是开怀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